最后关注硅金属 金城美联储宣布了维持利率不变之后 现货黄金是直线的拉伸有跌转涨 截至今天开盘 纽约期金是直接高开了1.6% 报在1250美元每盎司附近 金城美联储宣布利率绝地不变之后 并预期年内的加息大概幅度为两次 并且下调了GDP增速 失业率以及核心通胀等一个核心的经济数据指标 美联储整体的声明目前看还是偏割派 因此使得金价在三零跌之后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日内公布的每月二月的一个核心CPI的数据 升幅也是达到了一个四年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也是使得金价提供了一定的一个支撑 在一起会议结束之后 并在下一次重要的经济数据出台之前 我们认为在这个区间内的金价大概率会延续 目前这么一个震荡上升的一个势头